大政八十三卷 好 我们继续看大政八十三卷讲义二四零六页 底下 广明 行不可说法 当得萨婆若 如果以取向着心 说修 般若 其实是不能够得萨果若 说不修 或者说一修一不修 或非修非不修 只要有取向执着的心 都不对 都不能够得萨果若 希伯里听到波尔波密是心心所法不行 他就请问佛 世尊 修波尔波密能不能得佛的一切智呢 佛说佛不行 何以故 修就是常行积极 这个都是心心所法的力量 才称为修 真正的十项般若是心心所法不行 你现在说修 那就是心心所法 这样的修是不能够得到佛的一切智的 那希伯里问 如果不修 波尔波密能不能得佛的一切智呢 佛说佛也 为什么 你修都得不到了 那你不修 还能得到佛的一切智吗 修 尚且不得 何况不修 那亦修 亦不修呢 波尔 无违法故不修 十项波尔 无违法 它是无造作 非生灭 不明为修 这是不修 但是能观十项故 故言修 所以你执着有实在的修跟不修 那就有两种过失 故言佛 第四个 非修 非不修 佛为什么也说不能够得萨婆肉呢 外人就问 如果第三宗有过失 第三就是一修一不修 有过失 那第四个 非修 非不修 到底有什么过失 为什么佛也说 非修 非不修 不能够得 萨婆肉呢 好 论主回答 虚菩提与取向着心问 非修 非不修 所以佛说佛 如果你取着修不修 那才有非修 非不修 如果你取着修不修 相对有一个非修 非不修 都还是有取向执着的话 那是不对的 那如果能够以不取向心来说 非修 非不修 那就没有过失 所以非修 非不修 有时候它是四句论法里面的一个 正是有所执着的 非修 非不修 但是有时候非修 非不修呢 它是超越的 它是破除一切的执着 所以如果以无拙心 不取向心 来说非修 非不修 那就没有过失 如果以取向执着 即使你说 非修 非不修 那也是不对的 虚伯底四种问 就是问修 不修 亦修亦不修 非修 非不修 佛都否定了 心里疑惑 又请问世尊 那如果这样的话 如何才能够得到佛的一切智呢 佛回答 如 真如相 我们来回忆一下 二三九五页 经的脉络 最上面 如果依着四句 就是修 不修 亦修 亦修 亦不修 非修 非不修 非修 非不修 都不能够得薩伯若的话 那请问世尊 如何得薩伯若 佛回答 如真如相 佛又说如实际 佛又说如实际 佛回答说如法性 佛又问 云何如法性 佛说如我性 终生性等等 所以我们留意一下 所以我们留意一下 在其他地方的脉络 它是如法性实际 依着这样的次第来说 但是这个地方 经次序不太相同 先说如 然后再说实际 再说法性 跟一般的如法性实际 的次第不太相同 那我们回过来看论 佛回答 怎么样得 薩伯若呢 佛说就像真如相那样子 那如也无法了解 所以佛就说如实际 那外人有问 在如品当中 在 《摩河波罗薄蜜经》 第五十四品 大如品 虚普迪 他善巧地说真如 既然虚普迪 都能够善巧地说真如 那有什么疑惑呢 为什么他要继续问 云何如如相呢 仅云何有疑 论主回答 这个真如 没有一个决定相 事故不得不问 如果真如有一个决定相 那应当 就已经了解了 而这个真如 甚深无量 所以 还不是很了解 来说明难解空 比如说 诸法必经空 甚深 一般人 一般人不太了解 一般人不太了解 射受想心 事事空 那 佛 举如 梦幻泡影 等等 这些 大家就了解 原来 五蕴等法 也像 梦幻泡影一样 没有实在的自信 不要执着 所以应当以容易了解的 来比喻 艰深难解的 那到底实际有什么 好了解的 那以它来批喻如呢 答曰 如 实际 算是同一件事 观的时候 有不同 如 真如 这是诸法的体性 而实际 是行者心取正 所谓实际 就是最究竟的真实 那 二圣人 他正的涅槃 他就以为 这是他 最高的目的 最究竟的真实 这个叫正实际 但是以大圣来说 无上菩提才是最高的目标 那因为 虚布里 他是 正的涅槃 他有实际这样的体正 所以佛 以虚布里 得实际为正 因为虚布里有体正实际 所以对实际应该 有充分的了解 用这个来批喻如 外人 外人 又问 一般的说法 次第 是如 法性实际 就是 法性 在如之后 说 那实际 又在法性之后 才说 就是如 法性实际 但是我们刚刚看二三九五页的经 它的次第并不是如法性实际 而是 如 之后 先说实际 最后才说法性 所以外人 他看经看得很仔细 就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 现在法性 放在最后来解说呢 答曰 今 欲以我性 众生性 说毕竟空故 把它放在最后 我性就是我戒 众生戒 在二三九五页 虚布里问 云何如法性 佛回答 如我性 众生性 受者性 我众生受者 这个都是 我的别名 我都不可得 哪有实在的我性 众生性可得呢 我不可得 是阿罗汉 所充分了解的 所以说 如我性 那 这虚布里等 大家就知道 我不可得 所以 从这里 从这里就可以 推知 诸法的 法性 也是 毕竟空不可得 父次 从 见地道 有学道中 能观诸法真如 而无学道中 烦恼禁固 定心 作证实际 定心 定心作证固 与一切 总相别相中 通达 这 才名为法性 诸法性 诸法本身 触名为性 所以 以法性 来 批语 实际 我们 我们看一下 角筑一 四 大品精 易术 他对这个 问题 也有解说 一般 说 如法性实际 译着这样的次第 那现在 为什么 来 先谈 实际 最后 再说法性 答 法性 立 人性 人性就是我性 众生性 法性之后 经 提到 如我性 终生性 所以 放在最后 因为 佛经常开示 无我 知道无我 那就知道 法性 知道 知道法的实性 诱 语小圣人为论 比云 学道 有学道是真如 无学道是正实际 而正了实际 之后 才通达 无量 法性 所以 把这个法性 放在后面 好 法性 有声文分 有大圣分 就是有声文体悟的法性 有大圣体悟的法性 声文 于声文分中 没有怀疑 但是对于大圣分 很甚深的法性 还没有完全通达 那有疑惑 所以 再请问 云何如法性 佛欲以凡人 所可解释 为正 故言 如我性 众生性 受者性 好 虚伯提 他就知道了 更无所问 佛 欲拯聚故 总要告一个段落 不能一直在问 那没有也没了 总要告一个段落 所以佛 这时候 反问虚伯提 那你认为如何 我法相 使有佛 有一个实在的我 可得吗 有实在的我众生 可得吗 西伯提 他是 得道之人 故言我 不必说 正得阿罗汉的虚伯提 连出国的圣者 尚不见我 何况 四国的阿罗汉 佛就说 你以小圣的顿智 都能够知道 我不可得 佛是大圣 利根 上智 当然 更清楚明了 我不可得 佛以智慧求我不可得 云何可说 如我不可说有 一切法也是一样 我不可得 那一切法也不可得 菩萨能够行 这样的不可说法 未来 就可以得到 薩伯若 不可说者 不可分别 是有 或者是无 那须不离 又问 如果诸法 不可分别的话 那为什么又分别 有凡夫 有圣者 那凡夫就有 五道 人 天 地狱 出生 二鬼等五道 那圣者 又有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有声文 还有佛 佛 为什么还分别 地狱五道 声文等出圣道呢 佛回答 众生 没有一个决定的法可得 只有假名字 因为无我无众生 只不过是假名 云和 当分别说 有地狱等 这个是在解说前面经文 二三九六页 上面 阿拉伯数字二 的第三行 佛言 若众生不可得 云和当说有地狱二鬼畜生 人 天 虚托万乃之佛 所以虚扑迪问说 如果诸法不可说 为什么还 分别失色 有五道有三圣 佛告虚扑迪 那众生的名字 实可得佛 虚扑迪回答不可得 众生都不可得 那这个假名安利的名字 当然也不可得 有了 佛答 众生无有定法 只有假名字 云和当分别说 有地狱等 众生 集诸圣人 从分别众生等 故 有诸到明 就是 还没有物得 我空的 那就是凡夫五道 那物得 我我所的 那就是 三圣的圣道 凡夫五道或者是 三圣的圣道 这个都是假名 而其实众生实不可得 没有一个时代众生可得 如是 菩萨应 如是学不可说的 般若波罗蜜 底下 明般若是行法 明无所行 总论 学不争不减 须皮问 菩萨应学 色等诸法 好 菩萨 他要了解一切法 五蕴 十二出十八戒 六度等法 要通达 为什么现在说 学一切法不可说 佛回答 菩萨 菩萨 虽应学色等法 但 应做 不争不减 故学 不争不减 亦如先说 我们看一下角度 一四九 大圣卷五十五 这边有提到 若能如是学 正行菩萨道 不争俭色学 什么是不争呢 若但见四大 即四大所造色 何而成生者 则不生佐 就是 众生 只不过是四大 还有四大所造色的甲合 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 不生之佐 这称为不争 于 这个生当中 如果 其男女好丑 长短等相 不以为 是实在的 而生斩酌心 那就是真 本来是因缘和合 但是呢 你却妄加 执着 这是 漂亮的 这是美好的 这是丑陋的 高矮胖瘦等等 不以为是 实在决定 而生斩酌心 分别心 这就是正义值 但是我们真的了解 他缘起毕竟空的话 就不争 不会起这正义的执着 若破色使空 心又执着空 那就名为简 但是菩萨 他破除执着以后 他又不执着空 所以这个 能够达到不简 此中佛自说 不争不简因缘 若菩萨学不生不灭法 即是学不增不简 需不理问 缘何学不生不灭 佛回答 不起不作诸行业 若有若无 有就是名为三有 欲有色有无色有 我们有烦恼 就会有一个潜在的动力 去投生三戒 那这个就是三有 投生欲戒 色戒无色戒 那五 明断魅鞭 有的人 离八圣道 强欲求灭 应当 他 是行八正道 来断烦恼 得解脱内盘 但是他远离了八正道 却想要求灭三有 就堕住断魅鞭了 以事二事 凡夫人起诸行业 那 这业有善业有不善业 但是即使是善业 那还是仁天 善道的轮回 并没有真正出三戒 所以佛说 不起不作诸行业 这就是无作解脱门 那无作解脱门 主要就是不照作三读 不愿厚有 所以 无作解脱门 有时候又翻成无愿解脱门 而菩萨知诸法实相 所谓不生不灭 事故不作三种业 大品经艺术 他注解的三种业是 这里所说的三有业 欲有色有无色有 那另外 我们在经常提到的三种业就是申口意 我们不再造作申口意的三种业 不起业相应主法 这名为无作解脱门 那不生不灭 这就是无相解脱门 因为无相解脱门 如前面所说 它跟灭盘 不生不灭相 是相应的 所以三解脱门 这里 就提了两个了 一个是不生不灭的 无相解脱门 一个就是不起不作的 无作解脱门 那虚普吉佑 请问世尊何等方便故 能不作不起诸行业 佛回答 若菩萨能观诸法至相空 所谓色 色向空 就观色 那不会有色的 之相可得 乃至无上菩提 也能够观无上菩提向空 也无上菩提也不执着 菩萨耳食能做二事 一能不作不起诸行业 二能于一切法行至相空 就是观一切法空 特别是至相空 这个就是空解脱门 父问世尊 若色等法至相空 般若也至相空 那菩萨怎么行般若不罗蜜呢 如果一切法至相空 色没有色的至相 菩萨也没有菩萨的至相 那菩萨应如何 于菩萨中行呢 佛回答 不行 那才是菩萨菩萨中行 为什么呢 此中说因缘 菩萨菩萨 体不可得 没有实力可得 那这个就是观法空 行者也不可得 这是观我空或者众生空 行法行处也不可得 行法行处也不可得 法空故 菩萨菩萨不可得 行处也不可得 众生空故 所以行者不可得 一切戏论不可得 故 菩萨不行 就是菩萨不起一切的戏论 这才是名为 菩萨菩萨行 所以说菩萨不行般若 主要是没有一个实在的 般若可得 的自信可得 也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可得 能够行 所行的般若不可得 能行的菩萨也不可得 从这个意义来看 一切戏论不可得 名为 不行 这样的不行 才是真正的行般若 叙普利有请问 如果不行 是般若行的话 那初发心菩萨怎么行般若呢 叙普利一 如果不行为行者 那初发心菩萨 他就迷惑了 明明要行般若 为什么说不行才是行般若呢 那如果说以行为行 那就是编道 因为 经说不行才是真的行般若 有 佛回答 初发心菩萨 应学无所得法 那这里的无所得法 即是无行 也就是不行 所以不行的意思 不是说不要去行般若 不要去修般若 他其实是行无所得 就是不要有所取作 所以要以无所得为方便 来行般若 学 明以方便利 漸漸行 所谓不诗时 以无所得为方便 来行不诗 以什么什么 顾 其实就是以什么为方便的意思 有时候大臣的语法 大家熟悉 以无所得法 故 其实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 所以初学的菩萨 行不诗的时候 那也要以无所得为方便 来体悟三轮体空 这样子来行不诗不若密 诸法实相必尽空 必尽空中 无有可得 若有若无 菩萨诸如是智慧心中 应当若多若少 来行不诗 而不诗的时候 不诗的东西 或者诗者受者 都要做平等观 所谓皆不可得 这就是三轮体空 不诗 不诗 要这样子以无所得为方便 来行 词戒忍辱都是如此 乃至 薩波若佛的一切智也是如此 底下分辨有所得无所得意 证明 有二相 这样的对待 那就是有所得 那无二相 这才是无所得 修普利做事念 有所得故 这是世间颠倒 无所得故 即是涅槃 事故 请问佛 云合有所得 云合无所得 佛略答 二相是有所得 五二相 是无所得 五二相 二相 比如说眼 还有色 这两个一合合就名为二 以眼故知色 以色故知眼 那眼见色 所以眼跟色就是相待法 有所相待 有能见所见 这就是相待 那有能所相待 这就是二 这就是有所得 外人问 如果不见色的时候也有眼 为什么说眼不离色呢 答曰 以曾见色故 名为眼 过去曾经见过色 那具有见色的功能 这名为眼 即使现在不观色 那因为过去见过色 所以以本为名 所以眼跟色 这都是因缘相待 那相待 那相待有因果相待 或者能所相待 这都是相待 所以一切有违法 都是属因缘 因属果 果属缘 就是因果相待 没有个决定自在者 如果只有说 因属果 或许有人会认为 那果是自在的 所以这里 再进一步说 果属缘 令人了知 这果 也是不自在的 因果 是相待 乃至 义 跟法 眼对色 耳对声 乃至义 对法 菩提 佛 亦如是 大政障本来是做菩萨 不过 因为 我们看角注156 瓜虎二 前面有提到 眼色为二 乃至义法为二 乃至 无上菩提佛为二 所以 这里 我们取菩提 来解 可能会 比较合无原意 菩提跟佛 也是相待 若 方便来说 菩提是佛所证得 无上菩提 那证得无上菩提 才名为佛 所以菩提是法 佛是人 人 法 这个也是相待 凡夫无至 各个分别 做善业不善业 而至者 知道这二法 都是虚狂属因缘 所以 做平等观 不做二想 就是不做分别想 不以二为二 就做平等观 这样的平等观 这样的平等观 无二无分别 那才是真正的无所得 底下 如果见有所得无所得 有这样的分别 因为 执着的话 那还是有所得 所以 必须在观 有所得 无所得 平等 那才是真正的无所得 好 序普利问 是二法即是有所得 不二法即是无所得 世尊 从有所得法中 无所得 或者从无所得法中 来得无所得 来得无所得呢 如果圆诸法 心圆念诸法 取向 来行道 是不是以这样子 心念圆诸法 取向行道 而得必经空无所得 或者是不做圆 而不取向 不行道 得到必经空无所得呢 好 道理是一有所得 正得无所得 或者一无所得 得无所得呢 佛回答 如果 有所得中 无所得者 那有所得就是颠倒 你行这个颠倒法 怎么可以得到 真实的无所得呢 所以这个不对 不能说有所得中 来正得必经空无所得 因为有所得是颠倒 你行颠倒法 是不能够正得真实的 那如果无所得中 得无所得的话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无所得那就是无所有 无所有 云何能生 无所有呢 所以 所以 这两者都有过失 底下结正义 有所得无所得 而二是 皆能平等 官 所谓平等 无所得 必经空无所得 就是必经空无所得 不要再执着 不要再执着 有一个实在的无所得 如是 而行无所得的般若 故 才能够 从 初地 二地 三地 三地 三地一直到 十地 最后正得佛 每一地的修学 都应该无所得 诸法无所得 诸法无所得 故行般若 具足诸善法 修佛理问 如果般若不可得 无上菩提也不可得 那菩萨也不可得 如果 这都不可得的话 那菩萨如何学般若呢 那菩萨要学般若不罗蜜 那菩萨要学般若不罗蜜 而且呢 他要分别诸法相 了知 这烦恼是色相 那苦受 热受等 这是受相 在大尊也有提到 先分别 诸法相 后说必尽空 所以 菩萨学般若不罗蜜 不是只有观一切法空 他其实 也能够 了知 诸法的 的相 知道色 是脑坏相 受 有苦乐 苦乐等相 好 那 俊普里的提问就是说 如果一切都不可得 那菩萨学般若 如何 分别诸法相 如果一切都不可得的话 还有这些相可分别吗 若菩萨行般若不罗蜜 色等法不可得 云何能具足布施波罗蜜等 诸善法 如果波尔不可得 五度等都不可得 那 怎么能够具足布施波罗蜜等 诸善法 如果这些善法不具足 那如何入菩萨位 那如果不能入菩萨位 怎么又证得五上菩提呢 等等 如经中广说 佛回答 菩萨不以得色等 诸法相顾 行般若 这我们再照一下2399页 最下面 本文 修菩理白佛言 如果菩萨行般若 但是般若不可得 无上菩提也不可得 行般若的人也不可得 都不可得的话 那云何菩萨分别诸法相 分别说这是色 这是受相形式 乃至无上菩提 佛回答 菩萨行般若时 不得色受相形式 乃至不得无上菩提 我们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 请看角度103 佛告善限 善限就是叙菩提 诸菩萨行身般若时 虽于诸法 常乐抉择 菩萨他要分别诸法相 但是 要明了 这是善 善法 这是不善法 这是无济法 这是有漏法 这是无漏法 总要分别 对不对 菩萨行般若 虽于诸法 常乐抉择 但是 他不得色 就是 不取着色 受相形式 乃至 乃至 不得一切自至 就是不再执着一切众至 甚至无上菩提都不执着 能够这样子 行般若能够具足诸善法 虽菩提又问 如今 在二四零零页 经这里说 菩萨行般若时 色不可得 乃至无上 不离不可得 如何具足 六波罗蜜入菩萨位 入菩萨位以后 才能沿土熟生得一切种至 那如果不能具足六度 就不能入菩萨位 不能入菩萨位 就不能得一切种至 不得一切种至 如何转法轮做佛师度众生呢 佛告虚菩提 菩萨并不是为五蕴而行般若 也不是为无上菩提来行般若 那虚菩提又问 那如果这样的话 菩萨到底为何是故行般若 佛回答 无所为故行般若 一切诸法无所为无所做 般若是无所为无所做 无上菩提菩萨都是无所为无所做 菩萨应当以无所为无所做为方便 来行甚般若 我们看论 所以佛回答 不以得色等诸法向故行般若 因为菩萨知道 色等诸法是必尽空 连无上菩提也是必尽空 不是为了有一个实在的无上菩提 可取而行般若 那虚菩提问 那到底为何是故行般若呢 佛回答 已无所得故行般若 何以故一切法 是空无相无作无起 而般若菩萨 菩萨无上菩提 也是无无相无作无起 这样的无相无作无起才是一切法的实相 一切法毕竟空 这样的空相才是实相 菩萨为一切法实相故行般若 非以颠倒故 虚菩提菩萨应如是无作般若中行 无作无起故 行无作无起故就是 以无作无起为方便来行般若 那这才是真正的行般若菩萨 无密 好 以上 就是JAM83 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 结束 大家辛苦了